据澎湃新闻因重复向门诊患者 收取病房取暖费、空调降温费等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今年9月被没收无法退还的 违法所得2390441.29元 并处罚款2424704.59元 罚莫款合计约481.5万元 澎湃新闻获取到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按照2024年云南省 价格监督检查守护行动方案工作安排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4月24日至26日 6月3日至6月7日 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22年、2023年医疗服务价格行为 进行了现场检查 提取了该医院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 医疗服务收费及医院管理相关方面电子数据 部分门诊及住院患者废语清单 及病案电子数据等资料 并制作了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笔录 根据检查情况 于7月8日立案 本来是7月8日的调查询问